唐朝的诗人李白 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他性格消暇豪放 喜欢寂静 饮酒 寻心狂道 他从二十五岁起 就离开家乡 长期在外地游玩 也写下着干粮又美的诗歌 人们长生李白为 诗仙 静夜思是李白 二十六岁时在扬州一家客栈写的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故事 大家好 我叫吴文元 是西南财经大学的学生 我今天带给大家朗诵的是 唐朝诗人李白的静夜思 静夜思 唐李白 床前明月光 一日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